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layHK 這次我Leo想跟大家說說在這隻包哈薩2重製版裡面 怎樣拿出這麼強勁的武器無限火箭炮 得到他們需要一些條件,就是要玩這個硬派模式 包機的時間不可以超過兩個半小時 而且保存的次數是有限制的,不能保存多過3次 換言之你最多只能保存3次 只要你在這情況下打爆機就可以像我一樣,很爽 拿著無限火箭炮,不斷打到他變希巴蘭 我們就選擇新遊戲,然後選擇Leon的路線 今次影片是講這次的 然後我們就選擇一個硬派模式 有一樣要注意,就是硬派模式死了,就是死了 一般過往普通的模式,當我們死了之後 假設我打開門就死了 我們按繼續,它就會發生在開門前 類似的樣子,但硬派模式死了就真的死了 你要由頭打一個,如果是Leon路線的話 你就要回到七仔開始 所以儲存是很重要的 不過最多只能夠儲存3次 所以在哪一個位置儲存就很重要了 進到七仔這裏,我們什麼都不用理會了 直接進到七仔後門的這裏 進到這裏之後不用開槍射 直接衝進去右邊的鑰匙 拿了之後,看出來 不要走,那隻喪屍會走回頭 等它走過了之後才能走過去 如果不是的話,那隻喪屍會撞過來 殺我們 那次就拿剛剛的鑰匙開門 開了門之後,不要理會了,直衝 經中間這裏走 然後再繞左邊一個U-turn 這裏是不是都會撞過來,所以是不能避免的 然後繼續衝出去就可以了 我會看到Cara 劇情這些我會全部飛去,不看了 如果想看劇情的話 阿俊是拍了所有劇情的 你們可以看阿俊玩的流程 我這條影片主要是教大家下一個最短的路去S加 好了,進到這裏之後 我們就要趕快去警察局 這裏基本不會被喪屍咬到 因為喪屍跟你的距離都是比較遠的 而且是應該這裏都最熟悉了 是最簡單的這裏來說 直接不用理會了,一條路走去警察局就可以了 這裏都會被喪屍咬到 來到警察局之後就進去 進去之後什麼都不用按 直接轉右邊,我們拉鍵 然後就爬進去 爬到進去之後就向前走 再右邊 前面有個櫃子要我們移開,不要移住 先進去裡面這裡 喪屍這裡有子彈拿的 就是手槍子彈 因為前期你還沒拿其他槍的時候 手槍子彈都很厲害了 然後我們就移開櫃子 移植之後我們不要急著 我們走左邊這裡,進廁所 然後選中間那一格進去 這裡會有支急救噴霧 然後我們就可以回到那個閘那裡 沒錯就是那個警察被人撕開了兩撥那裡 然後我們要回到那個閘那裡 然後我們要回到那個閘那裡 這裡會有個喪屍不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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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趕快就有個鬧子彈出去了 這隻無謂浪費子彈跟它玩 我們要回到那個閘那裡 這裡也有兩隻出現 我們靠右邊走 繞一個小圈 那兩隻就無法被人撕到我們了 有劇情,這裡全部飛去 然後最主要是拿一把小刀 拿了一把小刀之後 我們就可以割開另外對面的鐵閘 鐵閘升上來要時間 這個時候我們就跑到後面 這裡拿一支緊急噴霧 桌面那裡也有東西拿 不過是密盒給你拿來儲存 如果是其他模式的話 我印象中是手槍子彈你而已 我們就放下不要的東西 鑰匙就可以放掉它 因為都不會作用 有個剔好的就全部放掉了 由於所有的資源都很有限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立暖開槍 又或者去吃藥 因為藥是很重要的 去到後期大家大佬那些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拿鎖匙 經歷這條路 暫時來說這條路 都是安全的 沒有喪屍的這一轉 我們就一直走到最小刀的房間 進入這個房間之後左手邊有子彈拿 然後就可以爬槍跳到另外那邊 跳下來之後向後走 有條絲 也是收拾手槍子彈 這裡前面有個肥仔 要解決了 因為後期我們這裡都要經過的 所以這個肥仔盡量解決了它就最好了 那看你有沒有幸運 幸運的話就一顆或者幾顆子彈爆頭 如果不幸運的話你也要不停肥 總之這隻肥仔一定要殺 一定要確保他死 然後趴在這裡這個 也是一樣 要殺 一定要殺了他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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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贏 有機會 有機會 你有機會 有機會 可 然後我們就去曬上房那一邊,那裡有一個木牌,我們就拿了它 有什麼用就是封了旁邊的窗,就不要被這隻喪屍衝進來 然後我就上二樓,一上二樓,這裡有一個旅景,也有子彈撿,撿了它 然後前往三樓的樓梯,這裡就是喪屍的,殺了它 幸好就像我這樣一下子爆頭,躺在這個旅景都會起來,殺了它 殺了兩隻之後,這裡是安全的,然後我們就上三樓,拿鎖匙 這裡有手槍子彈撿 拿完鎖匙之後,我們就回到一樓,開通往一樓大廳的門 因為一定要這條鎖匙才能開到,就是這個警察的東營 進來這房間,主要是拿幾樣東西 這房間旁邊有一個鎖匙,拿手槍子彈 然後我們就進去裡面這房間,這裡有一個鎖匙 我們就要開,因為這個是一定要拿的,是增加我們身上的物品欄 密碼就是左九,右十五,然後再扭回左七 如果你不拿的話,其實很辛苦,你的身體根本是不夠位置裝東西 增加了兩個位置,出去 這裡就是拿手槍的配件 後期就不用手槍 但是這個可以增加彈匙,即是這個時候可以等你多幾十顆子彈用 可以拿,可以不拿,隨你們吧,這個就自己 如果你想省時間,就可以不需要拿 把這房間鎖匙都安全 搞定了,我們就在後面這一扇門走 剛剛拿一扇鎖匙,就可以拿來開這扇門 開了出來之後就有劇情,就告訴我們Cara在喉蘭 我們現在就要去找我們的第二代女主角,然後去觸發劇情 雖然可能有人會覺得Ada才是主角 在我心目中Ada才是女主角,我又不是很覺得Cara 以前二代會說她有多聊天,有對講機,這集都沒有什麼交流 起碼Leo和Ada都煮了東西 開了門之後我們就進來這個美術室,就拿這個鎖匙卡 然後我們就去觸發劇情 這裡拋了綠草,就拿去 左邊這裡有一塊木牌,拿去 然後從油桶上有手槍子彈,就拿 然後就拿一個剪刀,一定要拿,你不拿就不能走 然後就過來這裡用把鉗子彈開這扇門 不,這裡我不幸運,被你拋了東西沒辦法 然後我們就拿閃光彈 桌面這個位置有電子零件,要拿,因為要拿來開閘 進到這裡就拿關鍵道具,拿一個手把 然後我們就開這扇門,開了之後直接衝出去 然後就安裝電子電腦,如果開了之後等會有送資在這裡拍門 走過來拍,不要理會他,直接衝出去就可以了 開了閘之後就衝過去對面岸 我們又經過這條路了 還有一棵草藥,如果沒有他就可以不用吃 就可以繼續儲存起來 我們剛剛拿了一塊木板,就封了這塊板 會有一隻喪屍爬下來 不用理會,總之就封了它 然後這裡開始有喪屍,如果他剛好擋住你就可以開槍 封頭也可以,封腳也可以,你自己喜歡 這塊板就好不幸運被皮仔爬了 沒辦法,因為我側去吃個閃光彈 請你吃 但當你們打的時候就開槍搞定 保留閃光彈,因為後期閃光彈是非常有用的 進去就剪開了這條鉗 一進到門就會拿了C4的引爆裝置 先拿著 那把剪刀就沒用了,可以丟掉 走過來這裡又有一個閃光彈,拿著 然後就開這扇門 出來我們就要拿主力的武器 散彈槍,直入 插鎖匙卡,拿散彈 然後就離開了,這房間我們都不會再進來 然後我們回去暗房,即是我們曬照的那間房間 今天要把東西放下了 曬上房間有一棵紅草 將它剛剛和那棵綠草合成 這房間也有些東西要拿,先拿到鎖匙卡 裡面有東西拿到 還有火藥 還有一個蜜盒 我們就可以先把蜜盒放下 我們暫時不用了 閃光彈也放下 火藥,手槍子彈也不用了 直接不用手槍 把所有東西放下 然後就離開 上二樓 就要去浴室那裡裝個把柄 因為我們現在要去拿電池 這裡也有東西拿,這裡就會有散彈子彈拿 旁邊也有東西拿,也是散彈子彈 現在就要去我們的目的地拿電池 這個喪屍不用了 不過去之前,鎖匙卡也有東西拿 拿火藥 梳塊也有散彈子彈 這裡可以慢慢走 因為前面會有一隻小型 你快衝進來也沒問題 不過安全起見可以慢慢走 拿了電池 和引爆器合在一起 這房間也有很多東西拿 這裡有黃色火藥 可以把剛剛的火藥合成散彈子彈 不要緊急碰霧拿 這裡也是拿散彈子彈 還有還有閃光彈 拿一棵紅草 然後就可以走了 然後我們就沿路出去 這裡你跑也可以 獵食者不會追到你 現在我們就要上三樓 好,拿了C4 他 放了C4 之後我們就走到這裡 圖書館的門 走出去 再走進去 頂住他 這樣他就不會拆住門 不然我們就要按住 按住按鈕 推回去 就很浪費時間 這個位置就會被獵食者爬我們 然後就解謎 拿一塊牌 走出去 離開的時候會被獵食者貼著左手邊走 然後就可以趕快走 不要再在這裡逗留 之後我們就下下一層拿第二個牌 不過去之前有把小刀 我們要先拿 在正前面 這裡 這個喪屍 手上有一把小刀 之後就拿第二個牌 不過我身上爆了東西 我唯有扔火藥 如果到時你身上沒有東西 那就照樣繼續 之後我們就可以走 就回到大廳 拿到大廳最後的那個 開了門之後 那條鎖匙 就開了我們所需要的門 這樣就可以扔掉 剛剛好夠位 三個章已經是齊齊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一條秘密通道 下到大廳之後 左手邊有散彈槍的子彈 另外有傷的可以扔掉 我們這些不要的東西 不過接下來我們就要打G1型 所以這裡要收拾一些蛙 收拾一些藥 在身上 記住 我的打法是拿兩把小刀來打 所以一定要拿兩把小刀 所以一定要拿兩把小刀 閃光彈可以不用 另外原先我們把手槍弄下 拿起來 看你的技術 你怕的就拿多一點藥 這裡有手榴彈 拿起來 不要浪費 收拾齊就可以下去 打G1型 有兩把小刀 其實瘋狂就是這樣 之前也拍了一段影片 教大家如何用刀仔打G1型 要用刀?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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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 查看 查ve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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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尝尝 哪里是他 啊 打完G1營之後,不要急著爬梯 這裡有很多東西收拾,我們先收拾一下 有手槍子彈 有菠蘿 也有草 另外那邊有紅草汁,可以合起來做草藥 之後就沒有了,之前用小刀刺過,可以收拾一把小刀 在這個位置 拍到後,原先的房間也有東西收拾 有火藥 還有一棵綠草 我們爬上停車場之前,就有一個箱子,我們就要放一些不要的東西 例如藥草那些,基本上你到後期都不希望自己會中 就是會被一些小刀刺咬中,所以放下一些沒用的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爬上去 停車場 然後就跟著Ada進去找Ben 但在找Ben之前,旁邊有東西收拾 有手槍子彈,先收拾一下,不要浪費 然後就真的可以去找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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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子彈在牆上 在這裡 完成之後我們就去停屍間拿東西 進狗射之前就會有一棵草汁 進了之後在旁邊就會有黃色火藥 這裡的龍裡面會被困住的狗 殺光他們 不用給面子,殺光他們 然後就可以去停屍間 停屍間這個我拔錯了,應該是一進來拔旁邊的 就是一進來門口右邊的第二個 撿一棵紅草,可以把剛剛的紫草合在一起 然後就拔最後的那棵 有一個閃光彈,撿完就可以了 然後就開閘 開閘後就走進右邊的門 這裡有個關鍵道具,就是剛才Ben旁邊的解謎 然後我身上爆了,所以就拔刀仔 刀仔後期打一打,看情況,有些人打打,打一打,打一打 不過刀仔後期都還有一組 所以數量是一定夠的,可以拔刀仔 拿了這個關鍵道具 旁邊還有一棵草 拿完之後將剛剛的兩包合起來變成一包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電鍵了 開了電鍵之後就會有狗出現 這裡不用理會 開了門之後有隻狗在鑽出來,開槍,射死牠 然後就轉散彈 會有隻狗跳下來,搞定了牠 不過我反應慢了,我弄不到牠 如果你們打過,就看著看著牠,就一撞掉牠 來到這裡之後有隻狗會破場 弄牠 這隻就是剛才那隻狗,因為我沒有弄牠的關係 不過不能弄牠,因為你也不會回到這邊,狗會長期留在那邊 剛剛開了電鍵,我們就可以回到警察局 上來之後我們就進去休息室 不過門的對面架,就有散彈子彈 記得先收拾一下 先收拾一下 先收拾一下